各位朋友 你們好 現在又來到深夜 因為現在是 7月1號 早上 1點半 因為今天都忙了 有個活動在旁晚那段時間 要搞 所以又是搞得很晚 但現在來到深夜 我又很想去講一下我喜歡的東西 今天要分析的東西就是 關乎美國有沒有登錄這個月球 為什麼會開這條片呢 因為其實我從九歲開始 已經很喜歡這些東西 一路去收集 一路去研究 一路去看資訊 各樣東西 當然 由於我讀書不太聰明 做不到航天界的東西 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那裡有很多數 我一看到這些數就眼睡 沒辦法 但我很喜歡這些 一些宇宙的東西 或者很宏觀的東西 甚至乎一些未解之物 我都很喜歡的 一路看了這麼多年 這條片還有一個原因 我要錄的 就是因為我有個朋友 有個好朋友 他說 如果我有這些知識 不如開麥克風說一說 因為現在其實在一些國內的 古靈精怪群組合 有些古靈精怪的人 不知為何很有政治取向 他經常說美國是作大的 這件事我都很無奈 我站在我自己 我是一個很想 我們的中華民族 可以揚威海外的人 就像我攝影一樣 我都要練到自己的極限 所有人也要練到自己的極限 但問題是 很無奈 我國 中國 有一群人不知為何 好像沒有讀書 他們經常在世界上獻醜 包括這個登月 很奇怪 他們說別人完全沒有登過月 完全造假 中國才是最厲害的 中國才能登月 其他國家完全沒有登過月 全部都是假 最搞笑的就是 他們說美國沒有作人登月 我肯定絕對不認同 因為我收集了N那麼多的東西 那麼多年 一直看著 雖然我做不到航天界的東西 計不到數 但問題是這些東西 我一向都是盯著它 你說做不做假 我就百分之一百 就說 除非我是很有問題 我百分之一百說它是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種種種的數據顯示 人家已經超越了很多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國家是有穿梭機 雖然它不是飛得很遠 它是飛去太空站 做補給 或者運大型的東西上去 但是 是穿梭機 大哥 穿梭機 穿梭機 全世界還有哪個國家有穿梭機 沒有 只有美國 那時美國 跟蘇聯那時一直在追 大家互相在競爭 那時的美國 真的全球是最富庶的 那時它用了整個國家的資源 發展外太空 因為它知道未來就是靠外太空 現在當然它的經濟很差 做那些東西都縮了水 還有那些科研人員 應該都解僱了很多 LASA 裏面都應該不見了 很多勁的科研人員 因為你沒有再去大型的計劃上太空 那就養著少少人就算了 這是成本效益的問題 但不是代表它不勁 尤其是現在 它剛剛不是說 有太空人是被困太空站 這些說真的 你這麼久沒有做過錯誤 當然有 但是人家真的穿梭機 就上到太空 全世界只有它有 這些科研人員 現在都很老 有些可能都不是這行 唯一剩下的就是那條數 但現在美國上去 就省成本 什麼東西省成本 因為經濟不好 我國現在登到月了 接著有個採揚車 拿了一個球 那個球 看電視也看到大約 大約過度 因為裡面是有些取樣 那樣東西 就很威風 你威風還威風 但是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詆毀別人 沒有登月 這件事 我正在說坊間的事 這件事真是醜出國際 站在我的立場 我絕對不認同 因為為什麼呢 人家真正的航天員 和你中國真正的航天員 都沒有開聲 說人家沒有真的登月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中國那樣 你的航天員說真的 他內裡 人家有沒有登月 自己都知道 都不說這些 是你坊間 不知為何無的放肆 說真的 你沒有證據的時候 是誹謗別人 就是你隨便看一張圖 說人家沒有登月 這麼奇怪 你先讀書 看看火箭要升空的時候 要用多少動力 怎樣做 先讀書 這些事真是醜出國際 人家美國 都不理睬你 有班人無的放肆 在網上不斷說 人家都不理睬你 這些是醜到最極端 就是醜到人家都看不起你 不是看不起你 是看不起你 簡直是把你放棄了你 你說不是很醜 我站在我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中國人 我無論如何都要開咪 說這一段影片 因為我要糾正這些歪風 你這樣會拖累整個國家的發展 反過來 因為有一班人在不斷地去無的放肆 你猜現在是晚清時期嗎 是嗎 我們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晚清 還是吹噓 然後撩人家打架 沒有這些東西 這些思維是 以前晚清時期才有的 我們這一代人都不會有這些思維 你不懂就學 你不要無的放肆去誹謗別人 人家如果真的要告你 告你整個國家 那怎麼辦 那就是打你 是嗎 你受罪的 又是我們 我們普通市民 所以這班人沒有了 我真是很不滿意 大家同胞 我很不滿意這一班人 這是我的感受 喂大哥 你不可以讓我說我的感受嗎 不行的 你說你這樣無的放肆 喂大哥 你帶那些假的東西給整個社會 喂 別人說 如果他自己說沒有登過一月 那你就很威風 但是別人都看不到你 你還是有一班人 不知道為甚麼 好像 我在網上爆不了粗 我亦不想爆粗罵他們 因為罵也沒用 因為好像洗腦 好了 我真是要分享這段影片 首先 大家可以看我正在錄的屏幕 首先 前海 即是他們的第一次登陸 阿波羅登陸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那個月球核 就是在這裡 然後他們登陸就在這裡 那他們那個體的角度 是跟我們亞洲不同的 因為你知道地球是會自轉 總之你兩個球體一路轉的時候 總之會有兩個不同的方向 那它那個月球經緯度 別人已經寫光給你了 別人就是在那個航天搜查那裡 即是開架開到5000萬拍賣 那當然是賣不出 即是我查過也賣不出的 現在都是應該還是LASA擁有的 你猜即是開個價5000萬 大約5000萬的港幣 別人是傻的嗎 那它當然是兼職才是這樣做 你有沒有見過我們中國買 可以拍賣那些航天東西 可以開個價是5000萬的 即是這些anyway 首先它的位置在這裡 它那個月面經緯度 即是月球的經緯度 它很長的 我就說前面一點 它就是北位 我記得好像是6.78 即是諸如此類 因為它很長 然後東位 它也是好像地球一樣去計算的 東位是23點多 即是諸如此類 那其實你找個衛星過去 或者諸如此類 其實很多登月之前 它都會做很多測試 即是會有些儀器發射過去 是會測試很多東西 那其實人家在外國那裡 已經拍下了 就是阿波羅11號 登錄的時候 丟下的東西 它已經拍到 但不知為何 這群人就不信 說別人造假 你造甚麼鬼是假的 即是它經常說 撿著那些什麼相片 那些直播假的 好了 這件事 我要分兩條片去說 第一 我這條片就說了 怎樣去月球 第二條片就會分析照片和器材 那些東西 因為現在這群人 我覺得是零知識的 我不會詆毀農民 以前 在舊社會有個觀念 就是 你這個農民 代表了它很沒有知識 但我不可以說這句話 因為真的不可以詆毀農民 因為農民說真的 它是做農夫 它很辛苦去做農夫 但種植米或種植瓜 它都是一個強項 可能它在文字上 讀書讀得不多 我們不可以詆毀它 因為它是很偉大的 反過來我的看法就是 全世界的農夫都很偉大 反過來我們就很卑劣 為什麼呢 我們用我們的知識 用我們的金錢 去買他們的糧食 還要是一個很低的價錢 因為做農夫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覺得它們是全世界 全人類最偉大的工作 這是我很衷心說的 我又拆開了很多 因為我今天的喉嚨好一點 我都趕快了 希望追上那個時間 就不想浪費大家那麼多時間 不好意思 月球的經緯度 其實就是剛才人家寫了那個 當然有其他的測量儀 已經拍了出來 那些相片 在下一集我就會說了 以下下來 以下下來 即是極端主義的 就麻煩你 而一而入步的 過隔壁台 即是你繼續自嗨 那樣東西 因為小弟 這條頻道 就真的很想分析我認識的東西 希望帶給大家 多一點的正能量 就不要社會那麼混亂 還有 我是不會跟任何人吵架的 因為我覺得吵架是對 全部的事件於是無補 如果你想和我吵架 那你贏了 那個隔壁台繼續吵架就行了 好 那又回到這裏 不好意思 我又拆開一點話題 那月面的經緯度就已經在 好了 那它怎樣走出一個 我就用阿波羅13號 就不是11號 因為我重點是一定要說11號 因為11號就是岩士堂 1969年 它是第一次登月 如果你第一次登月 以後都不需要說 肯定可以 但阿波羅11號登月的軌跡 我在網上找不到一張比較好的圖 我現在先用了阿波羅13號的軌跡 大家先當著 首先我要簡介一件事 它的步驟是由1開始 你可以看到 首先其實就是發射之火箭 上面就是載著 有很多東西 然後其實它發射了火箭之後 它就要 逃入地球 要逃入地球 什麼叫逃入地球 它就是要逃脫地球的引力 這件事就交給航天 大家有航天知識的朋友 都很清楚那條數 我剛才已經說了 我對那些數比較差 我就不去門弄虎 去說它那個數是怎樣計算出來 但是程序就是這樣玩 它逃入了之後 它怎樣去登陸月球 它就去逐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在這裡 就是要用一個氧氣的Ting 就去進入軌道 然後到第三點這個位置 就是燈陸倉 就開始進入月球的登月了 對 接著 諸如此類 登月 然後 因為它亞波羅13號 就登不了月 就是回頭 大一個原理差不多 接著 去到第四個步驟 第二 亞波羅11號 它登到月 它登了月之後 其實它在月球那裡 就會再彈起 但是機會只有一次 所以很危險的工作 接著 因為我找不到 比較好的圖 我重複一下 我用了亞波羅13號 它接著在這裡登月 好 接著 現在登了月在這個位置 不是背後 因為背後暫時 現在中國比較好 它就直接去那裡 接著 當下來了這裡 當下來了這裡 接著 它的返回倉 不是返回倉 登月倉就會 砰一聲 再砰一聲 是會 脫離月球 脫離月球的時候 接著就在上面 這條軌跡這個位置 就跟返回倉再匯合一次 接著就去到這個位置 接著就加速 加速 因為它為什麼要加速呢 就是你要投入月球 一個月球 當然它的引力 是等於我們地球的六分一左右 但問題是 它要投入月球的引力 一樣 接著 再這樣 趴下線 就回到現在第五 大約是怎樣 這條軌跡 接著就會 現在我畫的那條軌跡 才是返回倉 接著返回倉 就會脫離 即是它的加速器 加速器 脫離的時候 接著去第六點 這個返回倉 就會進入我們的大氣層 就是這樣 進入大氣層 接著其實它那個 為什麼會見不到 那塊的登月 那塊東西 就是因為 它在大氣層的時候 已經是燒毀了 所以 現在所有的返回倉 就剩下我現在戰爪畫那塊 戰爪畫那塊 所以整個登月 在宇宙那裡 就不同我們地球 我們地球表面好像直線走 但其實都是圍繞著地球 圓圓圓地走 如果是火箭的話 其實我講的是登月那種東西 其實在宇宙走 全部都是用攪拟線來走 即是一個很大的環形的攪拟線來走 因為去到處都有些引力 所以它一定要是攪拟線這樣走 所以觀念要改一改 如果喜歡航天的朋友 要改一改 在宇宙很少直線走 很少直線 好 那麼 那 接著 大家就要看一看 當它 去到宇宙了 準備降落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一看這裡 這張圖就很重要 這張圖 其實這張圖畫得很好 好 其實當一個火箭 它去到宇宙那時 去到宇宙那時 接近登月的時候 接近登月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跟那個加速器 這塊是加速器 即是火箭的上端 這塊 它進入軌道之後 這塊東西 它就會打開 即是準備登月之前 接著 這塊東西就會跟 整塊的返回倉 和登月的倉 就會脫離 好了 接著 首先它就會打開一個罩 這個罩打開之後 上面這塊東西就是返回倉 接著在太空那裡 它會調轉 調轉 接著 跟這個登月倉 這個LM 即是登月倉 是的 登月倉就會接合 接著這塊東西就會脫離 剩下這塊東西就在月球的軌道 即是準備登月的軌道 再進行 是的 所以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很高的技術 當然 現在計算數當然是容易一些 但以前阿波羅11號的時候 它很多時候都是手動的 難度更加大 是的 好 接著 我們要了解整支東西是怎樣玩法 剛才那個 就是它準備進入軌道 但是進入軌道之前 還有一部分它是要做的 首先 大家都是看到 有支這樣的東西 有支這樣的東西 那這一支是什麼東西呢 這一支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指向 即是引導 這一塊東西 在太空那裡 就是引導 即是少少軌道修正用 通常都會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返回 即是一個指令艙 就是返回那一塊 通常 阿波羅13號 其實有三個人 三個人上去 他有一個隊長 就是坐在這裏 其實那個就沒有怎樣搞法 即是沒有怎樣玩法 他就是坐在這裏做指令 然後兩個人就會坐在這裏上去登月 這裏是登陸倉 這裏是登陸倉 那他 那他 那他呢 剛才 就是 大家都看到了 去到的時候 他會打開罩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打開罩就是這一塊 然後這塊東西就會 因為你知道太空 其實沒有重量限制 那這塊東西就會飛出來 接著轉圈 接著就倒插回來這一塊 接著就帶這一塊走 就是這樣 所以 是 真是很難的東西 真是要讀一下書 所以不是那麼多人 可以做到坦人就是這樣 這一塊東西就是這樣的玩法 我重複一次 上去 調轉 接著 接合 接著 就下來登月倉 接著就登月 這樣 那他登月的時候 其實就 很… 就是那個困難是很大的 因為 他下去那一刻 是一定要很準的 因為他要有一個 叫反地心吸力的 就是 就是系統 他要爆的 那好了 看一看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 也是非常之好 首先 就是整個早夜 這個是登月倉 就是登月的早夜 上和下 上和下 這個就是上 那些坦人是坐在哪 就是坐在這塊東西裡面 這塊東西裡面 好了 接著那個器材 首先 這些就是通訊用的東西 整個早夜都是通訊用的東西 整個早夜都是通訊用的東西 那 S波段 就是… 其實就是… 那個叫做… 叫做… 叫做… 宇宙波 宇宙波 是的 應該是靠這塊東西 好了 接著這個 RCS 是的 那麼… 接著… 呃… 它的電腦 不要搞錯 阿波羅11號的時候 其實… 全世界的第一塊的雜成電腦板 就是在阿波羅11號的時候出現的 就大大壓縮了電腦的運算 因為以前的電腦是用真空管 晶體管去做的 所以很龐大 所以為什麼它這麼高難度呢 就是… 因為它以前的電子的東西 你知道以前的電腦是很慢 它很多時候是手動加一個很慢的電腦 所以… 當時要求的大陰人是極之嚴格的 是的 那麼… 接著… 它裡面呢 即是有個… 電腦的總成 即是電器總成 之類的 是的 那麼… 它裡面的… 所有的運作的東西 就在這裡做的了 是的 那麼… 跟著也是… 就是… 一些燃料 這些燃料 是的 這些燃料 是的 是的 那麼… 這個是爬升引擎蓋 那…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是因為爬升的時候 只是這塊東西 只是這塊東西 是的 是的 那麼… 一下而已 一下 如果失敗的話 就死掉了 是的 那麼… 這個就是倉門 那些太空人就在這個裡面 那你想一下 其實它的… 體積不小 這塊東西的體積不小 這塊東西的體積不小 就跟我們… 我國現在回來的那塊 很小的那塊東西 就差很遠 差很遠 是的 那麼… 它這塊東西是很大的 是的 因為你要坐人在裡面 很大的 是的 那麼… 這個就是倉門了 是的 好了 那麼… 然後… 這些就不解釋了 這些就是它們隔熱的物料 是的 就是個鶴 保護鶴 好了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 在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燃料 各種東西 工藥各種東西 很多東西 是的 然後… 有些電池 收藏 就是收藏在這塊的裡面 這塊的裡面 好了 然後… 這裡 就是那些科研設備 等的地方 其實是很小的 所以為什麼 阿波羅11下去的時候 只有一個太陽板 一塊很普通的無線電的儀器 就是那些探測儀器 就是… 它裡面是有些類似 就是收藏當時的宇宙射線的東西 這個它都不是說太多 它在Larser那裡 也不是說太多 因為… 然後就是阿波羅15號 好了 然後… 到這裡 在下面這裡 就是降落發動機 它離開地面 大約是五到十米 它就要爆發動 然後就要完全地減速 然後就靠這幾條臂 一會兒 一會兒坐下去 這樣 好 這個就是它的結構 是 很重要的東西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 好 好 接著 它登錄了之後 到底它是做些什麼呢 它登錄了之後 就是這個 它登錄了之後 它就一直… 一路… 是… 在後面那裡 就拿些工具出來 拿些工具出來 它就一直在那裡… 就是… 裝盡 然後做一些無線電的科研 之類的東西 好 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它就要返回 它返回 就好像這一塊一樣 它就會一聲 再彈起 對 再彈起 好 再彈起的時候 然後這塊東西就來接它 這塊東西就來接它 即是剛才 移出來那塊 移出來那塊 就去接它 大家可以一起 我們看看 返回倉是怎樣玩法 這塊東西的頂 其實就是跟剛才那個 登錄的倉 接合的 接合了之後 它們會打開 之類之類 接著 這個 這些就是 什麼側倉門 這些就是 他們回來的時候 用的 接著 成員的座位 成員的座位 就是這樣的 這樣的 就是這樣 全部都類似 躺在那裡 哇 這東西真的 真的都挺厲害 你試試躺在那裡 然後這樣升空 就是腳都避 所以它的體能是很厲害 然後 降落散在那裡 就是 反回倉降落的時候 大家就看到有個散 它會打開 減速 這個是主 還有一個座位 因為它要減兩次 對 然後 然後 來到這裡 就是 有個 電路 電機 諸如此類 燃料罐 諸如此類 在這個位置 就是它 最後 途日 途日 那些東西 途日的時候 都是大同小異 都是 跟 登月倉 差不多 不過它是 一個火箭的組件 這些 我又不斑門弄斧 大家可以看到 有推進器 有燃料 然後 液態 膽 諸如此類 那些 然後 高頻的 天線 諸如此類 是的 那 然後 有些 散熱 那樣 推進燃料瘡 諸如此類 那 也是這樣 嘗嘗 這個 就是 是 又是一些很厲害的天線 是的 這些 我就不斑門弄斧 因為很多專業的人士 可能看到這條片 那 免得讓他們說 喂 是不是老吹 那樣 那我現在就是說運作 這樣 運作就是這樣 好 那 然後 它這塊東西 接合了 那個 這個 返回艙之後 它就會做一個動作 做一個動作 我們大家看看 做一個動作 這個就是它準備 返回的情況 就是返回大氣層的設定 應該這麼說 那 它這塊東西 其實就是整支火箭的這個位置 我現在畫的那個位置 那 它們的坐姿 各種東西 就是這樣 跟著這些就是降山 之外 舊星說了一堆東西 所以 它們是回來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尾 這個尾 是墜落的 這個尾 就向大氣層那邊 但是 很多人都疑惑 就是 為什麼會 大氣層那裡 不燒盡 它呢 因為它返回的時候 是很高 1600多度 其實 在地球上面 都很多東西 是可以燒毀它們 所以 但是為什麼不會 燒毀它們 其實 就全賴一些 散熱的物料 那個物料是什麼 就是 它這個底 它這個底 其實它 這個底 就用了很多的 情況去做的 那 有些 就是說 可以用玻璃 那些東西 有些 就用一些陶瓷 那些東西 總之是一些 短暫散熱的東西 那為什麼 會是 不會燒光整塊東西呢 你看到 返回倉 就是 會燒焦了 那個 就是外面 這個位置 但是底 就焦了 但是 面這些位置 就很少焦了 焦了一點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因為 其實它穿著大層的時候 幸好 就是不太長時間 就靠這個位置 就把熱力 就向外推 向外推 所以 它的底 那些隔熱物料 就是 只要足夠 在它 返回的 那段時間 其實就很短時間 你返回那段時間 只要可以散熱到 其實就是它不斷在燃燒 只要足夠 去燃燒 這一段時間 它就可以穿過大氣層 一過了大氣層的時候 它的高空那裡 其實有個冷空氣 那樣的東西 就會幫它少降溫 一邊降溫 一邊降溫 然後它墜落地面的時候 就會變成 不是一塊火 其實就是這樣運作 好 接著 就要講講 看看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就是 剛才那塊 即是剛才那塊 著陸倉那塊 不是 接著它 反回地球 反回地球 很多朋友都在說 一樣 過癮的東西 就是 到底 它有沒有直播 其實 在阿波羅十一的時候 是有直播的 不過很差 即是 它是直播的 就是一張照片 接著 很久之後 就有一點點影場 但是很差 所以阿波羅十一 一號回來的時候 它回來 在片場 就會再拍一個紀錄片 是拍他們的 很多人 用了那個紀錄片 就誤會了 是否我會拍的 其實 所有航天大事件 甚至乎航母 要去運作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拍紀錄片 如果一些比較先進的國家 都會拍一些紀錄片 給市民 大眾 去了解一下 整件事 這是一個傳媒的運作 但是我們中國 比較弱了一點 要改進 要改進 不要被外國人看不起 我是一定要被外國人看不起的人 好了 直播的時候是怎樣的 其實 因為它是 美國的關係 還有它登陸月面的軌道方向的問題 所以它直播的時候 看看這幅圖 阿波羅十一號 它直播的時候 其實只不過是用了美國兩個點 這個就是去接收一些衛星的訊號 這個就是衛星訊號 它在澳洲那裡 就是用了幾個地方去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很多人都誤會了 其實在美國 這個直播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幫忙的 就是澳洲幫忙的 所以 以及以當時的科技 就是傳送的科技 就很慢 以及很差的影像質素 總之是很光鮮的 就不是阿波羅十一號 它就是不斷在找接收 接收點 甚至乎是一些訊號 這些東西 這個我又不扳門龍虎 因為有很多航天界的精英 我不扳門龍虎 但是你看這張圖 就已經知道 它在月面的時候 就是靠澳洲這裏 就是做一個電視的轉播 但是當然是慢到 以及影像很差 要是你知道當年 你不要說什麼 你當年隔空傳一張照片 就是透過衛星傳一張照片 都可以很多的費用 更何況在月球傳一張照片回來 大家要想一想 所以很多都是 就是它們翻拍的紀錄片 千萬不要把紀錄片 當成別人登月的畫面 因為阿波羅十一號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它登到月的時候 以後都沒有問題 還有阿波羅十一號 它的照片 不會很多 不會很多 然後 登月了 登月了 回來了 回來了 我們就要看一看 一樣很重要的資訊 這一塊東西 中間這一塊東西 很多人都會覺得奇怪 這個就是 我現在說的就是返回倉 這塊東西就是途日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規格 這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 如果它沒有登月的話 就不需要做這麼多資訊性的東西 給你知道 這些當然是別人的國家強的東西 好 那麼 我看看這張 看完這張 這一張就是他們 即是那塊 途日 即是返回倉 途日月球那塊東西 那個返回倉 就是跟登月那塊倉 接合了之後的樣子 這些數據 規格 別人都會畫給你的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它是做假的 就不需要做這麼多無謂的東西 好 接著最後 這條片的最後 我們要看看 這張很重要的圖 這張是很更新的 好了 這張圖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好 由我們人類歷史上的 國家級的記載 你說別人是假的人 登月的話 要三思 要三思 好 首先看看 其實 登月的 即不是載人 首先不是載營的登月 其實是在蘇聯時期 是在1966年的這個地方 這個日子 其實它就已經在這裡 扔了舊東西下去了 扔了舊的探測器 之類的東西 已經是做了 1966年 好了 接著 你就可以看到 才到美國 是扔下去的 對 大家可以看到了 接著 什麼時候才到 阿波羅11號 登月 真正登月 你看看 人家之前 做了很多事情 做探測 安全情況下 才決定 在這個位置 再人登月 即是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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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知道怎麼讀 我都 Sophia 諸如此類 這個是探測者 探測者 探測者5號 我們中文 叫探測者5號 然後在這裡 就是選擇 在這裡登月 就是最安全的 當時的科技 所以 阿波羅11號 才選擇 在這個探測者5號 附近來登月 好 一路去 一路去 你看到 其實 蘇聯時期 在1976年 都有探測 做探測 大家可以看到 對 大家可以看到 還是探測 好 接著 我放大多一點 這個位置 好 接著 去到我們中國 2013年 才探測 才探測 探測 去到2023年 印度 就在這裡登月 在印度 這個是印度的東西 在這裡登月 大家可以看到 好 接著 今年 2024年 1月19日 日本也是採取 最安全的做法 估計都是用美國的數據 都是在 靜海附近 因為月球不是很大的 所以這些 你就會看到 其實 全世界 根本上 對月球 我們人類對月球 其實都頗了解 因為 扔了這麼多東西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有驚慰圖 每個國家 都會發佈驚慰圖 給你 其實 你如果不相信 它真的有真人登月的話 你就整個衛星過去 你拍一拍 現金的科技 跟回這個 經緯度 你看到了 月球的經緯度 你就拍一拍 近月拍一拍 就可以了 所以有很多東西 我們千萬不要 告訴別人 怎樣怎樣 因為別人 NASA都未出聲 說我沒有去登月 你就不要用一些坊間的 自己想的東西 就說別人沒有登月 總之這段影片 我很希望帶給很多朋友 一些正能量 即是認識太空 我之後都會多說一些 這些太空 有時間就進行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朋友 一起去研究這些東西 就不是無的放置去 無的放置是對整件事沒有解決 只會拖累更差 各位 這段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第二部分 我就會分析那些相片 即是第二條 我們第二條影片見 Thank you 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Thank you